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时大坦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 就相关问题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怀兹博士的英文名字是Richard White 他在节目中说的是英语 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语的声音 由于是经常讨论 各位听众观众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到节目中来向怀兹博士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个人对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无装冲突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的 在这里也提醒您 说透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您现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及时报道和印象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而在和我们现场的来宾进行讨论之前呢 我想先透过电话连线来请美国之音 祝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华 来跟大家介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 武装冲突的一个最新情况 白华你好 可以在线上听得到我吗 你好 你好 范宗明 你好 好的 白华 我首先想请教您 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 包括法国总统的一个斡旋 俄罗斯已经承诺了将尽快撤军 不过就您的观察 俄罗斯是否真的能够履行他的诺言 尽快地从格鲁吉亚撤军呢 白华 是 那么莫斯科的一些军事评论界人士认为呢 其实俄罗斯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呢 把在格鲁吉亚的所有军队呢 全部撤走 但是许多人认为呢 俄罗斯是否能尽快地撤军呢 还取决于俄国领导人的意愿 绝大多数的这个观察人士认为呢 俄罗斯很可能会拖延撤军的时间 因为呢 俄罗斯想借助这个撤军的问题 从格鲁吉亚或者是西方世界讨价还价 主要是在未来南奥塞提的这个地位问题 或者是俄罗斯是否未来在南奥塞提 租军的问题上讨价还价 另外一个因素还必须要提到 就是俄罗斯的内部因素 那么俄国媒体最近报道 因为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开战这个问题呢 克里姆林宫内部出现这个分析 分成这个组合派和主战派 所以说呢 俄国总统梅德维杰夫在宣布撤军之后呢 他还必须要说服俄国社会的这个民意 和俄国社会内部的这个权影派 那么撤军究竟能给俄罗斯带来哪些好处 究竟能给俄罗斯带来哪些回报 所以说撤军问题也可以检验 梅德维杰夫他的权力基础呢 是否有是否巩固以及巩固的程度 好的 白华另外我也想请您简要的为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俄罗斯他要入侵格鲁基亚 究竟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白华 对 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基亚之后呢 俄罗斯内部他们讨论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我想把各种观点综合一下 大体上一般人们认为俄罗斯入侵格鲁基亚呢 想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想推翻 亲西方的萨喀什维利政府 第二个目的呢 俄罗斯是想展示俄罗斯阻止格鲁基亚 加入北约的这个决心 第三个目的是涉及能源 关于第一个目的呢 许多人认为普京一直对 在燕色革命中上台的 这个 格鲁基亚政府呢 耿耿于怀 普京呢非常非常讨厌和这个 不能容忍燕色革命 所以说这是俄罗斯出兵 格鲁基亚的第一个想达到的第一个目的 在今年四月份举行的北约高峰会议上啊 曾经讨论过格鲁基亚和乌克兰 加入北约的问题 当时普京就说过 那么前苏联的共和国加入北约呢 是处罚了俄罗斯的最后最后的一个底线 现在回过头来来看和分析普京这句话呢 可以看出俄罗斯出兵格鲁基亚呢 是对格鲁基亚加入北约的一个回答 至于说能源问题呢 那么格鲁基亚本身不出产能源 但是格鲁基亚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 离海地区的能源出口到欧洲市场呢 必须得经过两条路线 或者是经过俄罗斯 那么或者是经过第二条路线格鲁基亚 如果俄罗斯控制了格鲁基亚的话呢 那么俄罗斯可以继续迫使欧洲呢 在能源供应方面能够继续依赖俄罗斯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华 从莫斯科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那我们现在也回到华盛顿现场 继续请教怀兹博士 怀兹博士欢迎您 谢谢您邀请我 刚刚我们也听到我们的特约记者所做的一些分析 那么想请教您 俄罗斯这一次入侵格鲁基亚 他也非常明白会引起国际社会一个非常大的反弹 究竟他想要传达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另外他背后的动机又还有哪些呢 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现在比较困难 因为我知道 那么当初的这个借助呢 是一个自发性的 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 有一个长期这个冲突 那么的确呢 俄罗斯的出兵呢 是因为格鲁基亚对南奥塞地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我想呢 有大概有几个动机了 当然呢 第一个也就是让格鲁基亚呢 不加入北约 而且呢 在能源的这个输送问题的 输送的渠道问题上来的进行一些就是破坏 那么还有一个目的呢 也就是 把这两个冲出这个地区 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格鲁基亚 就阿巴布哈兹以及南奥塞地这两个冲突地区呢 把它彻底的解决 那么这两个地区的这个人民呢 都是亲苏联的 亲俄罗斯的 那么 看上去呢 这两个地区将会 从事实上或者是呢 最终呢 就是融入俄罗斯 那我们也看到在法国总统萨尔克起的一个斡旋之下 之前似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 不过目前的迹象看来 好像撤军的不管时间也好 撤到什么地方也好 大家都是未知的 您认为这个停火协议有多脆弱 俄罗斯是不是真的还能履行它的诺言 尽快地从格鲁基亚撤军呢 您的看法 看上去 停火协议呢 是比较困难的 你必须要有所有的这个 参入方呢 都要同意 比如说我们在前 南斯拉夫的这个问题上呢 就有这个停火协议上 遇到的困难 如果一方呢 不遵守停火协议的话 这个执行起来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么但是 我们在目前的这个 俄罗斯停火协议上